指揮官好 想請問一下 就說昨天有立委高鴻安在講說食藥署 11月14號最後更新放行的劑量 高端的劑量為371萬劑 但是之後衛伯部又再收了約129萬劑 在檢驗中 那他就質疑說 因為國人一個月施打總量不到7萬 那加上有一些國際認證的疑慮 所以就說一打氣引擎變差的情況下 為什麼還批准那麼多 那我們之後高端疫苗的後續該怎麼樣子 就是利用 然後是不是有一些 就是高鴻安說他有覺得說這樣子的決定 有點浪費 那我們指揮中心怎麼看 疫苗都不是就是說上街去這樣子買 誰買誰到 大家知道說我們這個合約是5月28號 的時候訂的 在那時候是疫情正緊張的時候 是怕說不夠的疫苗 所以在合約上都訂在今年底 都要交貨 所以交貨的日期對我對他們有要求 那 以往我們對其他國外廠商更早 在訂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 進貨的時間都沒有辦法要求 只能有一個約略的一個時程表 那因為5月28號那時候我們確實很緊急 所以希望就是說 如果能夠成功的話 不要說如果成功了 那又緊急 然後又沒有把時程訂好 那反而耽誤了大家要打疫苗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就把時程就會訂的比較死 要求就比較多 那不能說因為現在疫情已經緩了 然後就說那個 這合約是不行的 每個時候每個時候的不同的一個情況